确诊人数不断攀升 东部地区新冠肺炎确诊致死率也高 县府呼吁民众要踊跃接种疫苗 降低染疫后重症的发生几率 而行政院东府中心也表示说 目前快篩供应无余 第二轮的实名制快篩也要登场了 随着确诊人数不断攀升 东部地区新冠肺炎确诊致死率高 县府也呼吁民众踊跃接种疫苗 降低染疫后的重症发生几率 而行政院东府中心也表示 现在民众最主要的就是要做好 日常的防疫工作以及防护措施 勤洗手等 原则的方向来说的话 理论上还是轻症居多 那所以我认为是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 那我们只要做好基础的 日常生活的防护工作 勤洗手 酒精消毒 那我们这个注意身体的变化 而目前实名制快篩在台东特定药局 皆有贩售 相对于一开始的强买潮 现在排队人潮也较为趋缓 我们目前的实名制的快篩的部分 其实现在都是很容易买得到的 那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 其实台东很多的药局 现在排队人潮 当时的这个拥塞的情况 已经差不多已经是结束了 那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症状的话 就去买快篩剂 那我们现在目前实名制 第二轮的快篩的部分 也即将要上场了这样 那所以快篩目前是公营无语的 那请大家多多放心 新冠肺炎来事汹汹 确认人数以及死亡案例不断增加 确实落实防疫措施 减少不必要的移动 踊跃接种疫苗才能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记者潘哲宇综合报道